星載月球土壤樣本的常俄5號返回器 星期四凌晨大約2時返底地球 在內蒙古四子王旗成功著陸 完成23日的探閱採養任務 陸空搜殺隊不足半小時後 在接近預測著陸區域找到返回器 按計劃 回收之後的常俄5號返回器 在完成必要的地面處理工作後 上控運至北京月球樣本實驗室開倉 取了樣品容器及搭載物 而國家航天局將舉行交接儀式 取此啟動中國首次地外天底樣品儲存 分析及研究相關工作 上俄5號、上月24號凌晨升空 12月1號深夜成功著陸月球上最大月海 風暴陽北部的呂舞黑山脈附近 進行大約19小時的月面封鎖之後 順利完成月球表面自動採樣 並按預定形式將樣本封裝保存 經過複雜的返航過程 常俄5號返回器 終於在星期四將大約2公斤的月球 土樣樣本帶回地球 有分為這次任務研發採樣裝置的 李大研究團隊表示 很高興見證月球採樣順利完成 更加指過去大約10年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因為我們真的未試過在月球上海洋 究竟需要這甚麼呢 我們就需要經過我們在航天實戰的經驗 以及我們很多對月樣 對空間環境 對這個機電一體化的研究集埋 看著它 真是放進去 沒事了 感鮮鬆我們直接在這裡 哇 瘋了 慶祝 團隊指 常俄5號任務完結並不代表研究停報 期望將來的採樣裝置 可以爭取在常俄6號上使用 今次常俄5號任務 實現了中國首次月面採樣和封裝 月面起飛 月球軌道交匯對接 攜帶樣品再入返回等當項重大突破 其成功實施標註著我國探閱工程 繞、落、回、三步走規劃預期完成 中國成為繼美國和前蘇聯之後 第三個實現從月球採樣返回地球的國家 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賀電 此今次是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 攻堅克蘭取得的重大成就 標註著中國航天向前邁出一大步 中文字幕提供 我們希望一見 我們 summit